与朋友一起共度一个刺激的电影之夜后 他会完全满足吗? 与男朋友共进二国风情的晚餐后 能否满足他一生?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 不会啊! 根据法国素学家和哲学家 Blaise Pascal的说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被神塑造的真空 无法给任何受造之物填满 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认识神 这位造物主才能够填满 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六节 讲到神是我们满足的全员 在新约圣经中 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了 只有祂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请你思考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六节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 尋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请你向神提问 神呀我怎样在你身上得着满足呢?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求神以特殊的方式来感动你 使你享有心灵的满足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与同事分享你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